人即使再穷,也不能丢了骨气,人即使再富有,也不能丢了良心,若丢了骨气,谁都看不起,若没了良心,谁都得唾弃,穷,并不可怕,只要积极勤奋,只要品行端正,不死终会出头,富,没什么了不起,倘若丢了良心,坏掉了人品,钱财即便再多,也只是摆伤,做人,穷点不可怕。 得穷,才是真穷,做人,富有没有什么,优得,才是最关键,骨气支撑着尊严,良心代表着人品,假如没了骨气,丢了良心,那么尊严就会变得卑贱,人品变成了垃圾,人生一世,人品是底孩,穷死饿死,不坑蒙拐骗,再富再有,如美的良心,再难,也不要降低尊严,再苦,也不要低头, 拍球,为钱财出卖朋友,是小人,为利益伤害他人,吃坏人,钱财与利益最重要,永远比不上客谱的朋友,名利,与权势再可贵,都抵不过真心的感情,做人啊,守住你的骨气,穿好你的良心,穷时,也没了骨气,富时,别丢了良心,缺少金钱, 自己转,莫要他人面前低头哈腰,做见了自己,浪费了时间,拥有财富,低调点,莫要人人面前都显摆,弄出了自己,再坏了人品,穷人,有骨气,上天并不富,富人,有良心,上天必不亏,总会有那么一天,上天会把好运降临, 大穷人,生活无忧,让富人,平平安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